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在美国厄亥俄州巴特勒县的一座监狱中发生一起让人不敢置信的事情,监狱人员经报一名女预警不但帮忙囚犯攜带违禁品,还和多名囚徒发生性关系,高层长官得知此事后震怒,立刻将该名女预警予以处分并停职。 根据外媒报道,现在28岁的纽威尔,Nikisha Newell,在这座监狱担任成教官才18个月而已,没想到在这短短的时日里,纽威尔为了赚外快,帮囚犯从外头偷戴手机、电子烟等违禁品被同事发现并举报,纽威尔夸张的行为这才曝光。 巴特勒县警长克拉克,Mike Croft表示,成教官是分高尚且艰巨的工作,担任成教官的人都以他们的工作为荣,而今这名女预警却变污了这份荣誉,让她完全无法接受。 克拉克还说,在她的手下容不下这种人的存在。 在纽威尔的同事举报其夸张行径后,调查人员还发现纽威尔除了偷运违禁品,竟然还和多名男球发生性行为。 如今纽威尔被指控两项性暴力重罪,两项性责较轻的性犯罪以及非法运送罪。 目前对于那些与女预警有性关系的男球是否应该处分?当局还在讨论中。